洗髮一定要 肌底絕對不能傷害頭皮 那大部分的洗髮罩 其實都會傷頭皮傷得比較嚴重 所以洗完之後呢 頭髮就很容易毛燥 比較容易會有這個狗味跑出來 那如果頭很油的人 他會比較喜歡洗髮罩沒有錯 因為大部分的洗髮罩 都是符合那種頭很油的狀況在使用 那當我用到今天的這個 HEP66罩的時候啊 這顆罩 我說我從來沒有用過一個洗髮罩 是在我這個髮質上面用起來很好用 所以那時候我就叫我們同事 大家都用看看 然後結果大家用的時候說 哇這個罩也太好洗了 你洗完之後你會覺得 頭髮很鬆 到底說洗髮罩洗完頭髮 應該是要亂撬到一種無敵的境界 怎麼會這個罩洗完 我的頭皮很乾淨就算了 我的頭髮居然還這麼的順 他說你這裡面到底是有什麼神奇的配方 洗髮精或洗髮罩這個東西真的很簡單 因為它裡面主要成分是幹嘛的 幫你洗頭 幫你洗頭 很多人說啊它有加什麼成分 加什麼成分 加什麼成分 又多厲害又多厲害 我跟你講那些成分的佔比都非常少 佔比最多的其實就是幫你做清潔的這個灶 灶機 這個灶機它的整個製作過程非常困難 如果說別人他只要兩道工而已 他可能要六道工 而且這六道工的時間都要非常長 但是事實上慢的這個工序 所以讓這個灶機變得非常的優質跟非常的穩定 所以當他把它拿來做這個灶的時候 才會變得這麼好用 一般的這個醫藥好搓一定是有加西靈的 那洗髮罩是非常不好搓的 任何一個都非常不好搓 但是它這個居然非常好搓耶 就是它的那個泡泡因為它很綿密 所以你要搓進去裡面的時候是相當相當的容易 我就已經覺得很神奇了 但是因為就是它這麼好搓 然後我就已經想說完蛋了 這個等一下沖完一定會很乾 欸不會 它沖完之後你就覺得那個頭髮好像瞬間被保濕了 這個灶體實在是太特別了 然後被保濕了之後你就覺得 欸頭髮好像很柔順 你甚至都覺得後面好像不需要再用潤絲巾了 就是這麼的舒服 然後吹的時候也非常容易乾 因為它就是一個很簡單的配方 它也沒有加西靈也沒有加任何保濕的東西 它就是一個乾燥的灶體 越保濕的洗髮精 越不容易吹乾 你就要吹越久 但是它這裡面因為沒有加這個保濕成分 可是它洗起來已經有這個保濕效果 但是吹頭髮的時候很快就乾了 吹完之後頭髮超級乖順的 這個灶就是這麼好用 它這顆灶大概是可以用到兩個半月 我想說蛤 你這顆灶要賣到280 等於是一罐洗髮精的價錢了欸 有能夠用到那麼久嗎 結果我後來發現它用的其實跟洗髮精的時間差不多 跟一罐差不多 我剛剛講到很重要就是它的灶肌非常好 而且不傷頭皮 你頭也不會過乾色 所以我覺得這顆灶就是大家來用都非常好